实验教学是培养大学生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关键环节 日前教育部在成都召开会议 公布了101个优秀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接下来记者带您一起走进大学实验室现场体验大学实验课 首先一起到高校的智慧实验室看一看数字技术的飞跃 对实验课的教育学带来哪些改变 在西南交通大学智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同学们正在上一门名为防火防暴理论与实践的虚仿实验课 利用眼前这套智慧系统 不仅能让北京成都两地的同学们供上一堂课 还能实现隧道内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燃爆事故的模拟 同学们可以通过可燃气体浓度排烟速度等参数设置 找到隧道安全设计的最佳方案 除了模拟现实中难度大危险性高的实验 如今虚拟仿真等数字技术 还能带同学们走进分子原子的微观世界 这个大屏幕上呈现的就是燃爆事故中一些化学物质的微观结构 像走进去走进一个微观世界 看它的分子原子之间的结构是如何交互 我们甚至可以去亲手去操作它去促进它的反应 让它去产生一个新的产物 使我们来更加理解它这个反应过程原理 在华西口墙医学院这间智慧教室 医学生们正在远程观摩一台正在进行的真实手术 实时直播当堂讨论 不仅让一些最新的手术技术更加方便地展示给更多同学 也让老师能及时地答疑解惑 同学们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医学生 实验课和理论课的占比接近2比1 除了观摩手术更需要频繁地练习 这些接近人体触感的数字化设备 不仅能让大家反复练习 还能通过影像学对患者疾病进行数字化重建 对手术方案进行精确设计 结合了数字化的一个方法 结合了患者他的面形 他的微笑的特点 他牙齿本身的特点 实现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功能美学的一个修复 学生们可以反复地操作 而且它是无创性的 这样就完全打破了以前传统的教学的时空的一个边界 数字赋能推动实验教学手段实现了智慧化转型 而实验教学内容则是人才培养的核心 高校实验室作为国家重大科研重大专项的重要阵地 也成为同学们真实的实验场域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同学们在破解真问题中练就了真本领 在陆地交通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利用这个多功能大型智能抗震体验房 同学们正在亲身感受不同地震波可能引发的破坏强度 这个研究中心还包含世界第一的边界层风动实验室 亚洲最大的落实冲击试验等多个实验平台 四川大学博物馆是考古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从搜集资料筛选文物到撰写设计展览文字宣传推广 博物馆成为考古和文博专业同学们实践的综合性实验场域 举个例子 三星堆是我们馆第一次做的科学考古发掘在1934年 到现在正好是90年 我们同学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场景 做了一个复原陈列 向普通观众去讲述科学考古它当中使用的方法 新馆建立好以后 我们计划一年会做四个临时展览 而且其中有一个的话一定是原创的主题大展 它不亚于我们新馆的一个展程的布置 所以每年同学们都有很多次的机会来锻炼自己 刚刚的短片中 我们走进了多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6年教育部就印发了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 为了持续提升高校实验教学水平 日前教育部又做出进一步部署 据了解 目前全国共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895个 分布在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88所高校中 涵盖了文 理 工 农 一等主要学科门类 五年来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费投入量从31亿元增长到48亿元 增长54.8% 仪器设备台数从296万台增长到356万台增长20.3% 目前多层次实验教学体系逐步完善 实验项目结构不断优化 下一步 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校整合专业课程实验环节 重塑实验课程体系 并引入新技术 如人工智能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同时 要求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发挥自身优势 推动学科交叉 加速成果应用 并做好实验室安全保障工作 问题为突破口呢 更加综合设计或研究探索性的实验 我们要把现实前沿科研的环境 或工程的环境 纳入到我们的实验教学当中来 而那些做不了 做不好的 来虚实结合 形成一个虚实结合的实验教学体系 来推动人才培养的创新 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 厕所来推动人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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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讨厌